非常像是網紅團購的東西 超級多 會讓你的頭髮急順 真的假的 有時候是難吃麵 味道很好耶 對 我覺得是會回購嗎 不會 1 2 1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tch 嗨 我是Oprah 今天的影片呢 有特別嘉賓 自己服裝 好 今天的影片大家有看 標題應該知道 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網紅團購的商品 到底好不好用 好不好吃 我想做這個主題 又怕我自己一個人講 太無聊了 我就找Oprah來 然後他平常呢 就跟我差不多 就我們自己有在開團 然後也會跟別人團購 所以也買了很多 最近流行的團購好物 要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吃 或是好不好用 那如果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開始吧 我們今天呢 有分兩個部分 就有比較偏生活用品類的 還有吃的 吃的非常非常精彩 等一下要去樓上煮 喔對 為什麼我會找Oprah 是因為 就是他講敘述那個吃東西的感覺 口感很生動 我每次都會看你的影片 就是 客家女子吃完了的單元 就每次都會被燒到 所以我這次才想說 要來特別找他一起來吃東西 對 敬請期待 然後我先來講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是 非常非常多網紅團購的東西 超級多 BO星的黑皂液 然後這個黑皂液 其實有一點像是那種 萬能的清潔液的乾 什麼都可以清 對對對 什麼都不奇怪 我一開始就很好奇 因為很多人就把它很神化 對神化 很神化 就是這個也可以清 那個也可以清 你可以清沙發的屋子 或是 衣服上面的屋子 對對對 然後或是有的沒的地板也可以清 然後反正我就突然來試試看 它本身是好用的 可是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我們剛剛聞了超久 沒有試聞 就是我不知道它算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四季豆的味道 深的四季豆 黑豆味 對 是一個豆味的感覺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一開始在用這個時候 我就先清我的廁所 然後我清完廁所一開始還沒有感覺 然後我後來出來再進去我想說 豆味 為什麼 我的廁所怎麼有一股植物味 可是我覺得它蠻厲害 它真的完全沒有化學味道 就是那種刺鼻化學味完全沒有 所以它可能算是很天然的 它而且很妙怎麼會有一個東西可以清各種材質 就玻璃也可以 然後重支服也可以 然後有些人會清沙發 然後地板也OK 很萬用 對它就是全家服的概念 我那時候是看查理 查理推薦 然後我記得丹妮表姐也很推薦 就是整體來說真的還不錯 然後之前我有一個類似的東西就是那個Vigo的 那對對有進入 有進入 可是Vigo的有進入比較適合 清衣服 對對對 我覺得概念有一點像 不過這個更萬用一點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有討論過 如果Vigo它是小罐 三四百塊的話 相對來說這個可能會更家庭適合一點 對 就是更萬用 就Vigo總會覺得 喔好珍惜喔 拿來清私密的那個內衣褲就好了 這個比較多 沒錯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可以團 下一個 就是這個 Timo應該超多人有聽過 就是最近是很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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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就是一個輕量級的吹風機 這個我很好奇 因為剛剛Peach也有拿是真的很輕 然後我後來發現我們的共通點是因為 我們都有買Dyson 所以就會覺得說好像不需要買Timo 一開始真的對它一點都不感興趣 結果我帶出門以後就覺得 不然也太方便了吧 就是因為你有時候去外面飯店明明可能不便宜 你救它裡面附達新牌吹風機 對啊 真的氣死 那邊吹吹多久都吹不開 然後像我這種長頭髮 我們家用Dyson吹大概吹10分鐘一定全乾 可是用Timo我大概要吹15分鐘 比較花時間 可是它很明確會讓你的頭髮 真的假的 有些人愛有些人就不愛 像我頭髮這麼多 極順看起來 我直頭髮又中分看起來比較像草蒙 所以 所以它吹完是 我覺得是偏它 因為太順了 太柔順了 但是因為Dyson很快吹完你就會覺得 蓬鬆蓬鬆的這樣 對耶 推薦是大概劈取這種 頭髮程度開始的 發現它對我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它的風管比Dyson窄 整體比Dyson窄 所以它吹到後面 我會覺得我發味有一點點糾結 如果像你這種頭髮吹10分鐘 我覺得應該就不會有影響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就畢竟它的價格是4000多 因為它的價格我一開始 就是我有在觀望這個東西 可是我很猶豫 因為它的價格有一點 要高不高 要低不低 對 就它又不像 因為像我家也是有Dyson 然後Dyson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1萬多 對 然後它這個又沒有像 像平價的一兩千塊的吹風機一樣 對 然後它 因為很多朋友那時候 你一千多很多也說超好用的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要4000多 就想說 欸 價格蠻高的 蠻高的 但是我覺得它厲害的是 像它後面這邊是有一個液晶螢幕 跟Dyson不一樣 是它這邊會直接顯示 你現在是幾度 風速是幾段 然後它這邊會 可以調風速 然後可以調溫度 6-8-10-100 你看它風速小就這樣 它其實風速非常強 就是小 嗯 就是大 算很給力了 我覺得這麼小的牌很棒耶 然後off就是這樣 就關掉了 嗯 其實真的很不錯 而且這樣拍起來 真的看起來質感很好 質感很不錯啊 對啊 對啊 蠻方便的啦 但是4000多 我是推薦給那種就是 你目前是上班族 但是你租屋 你還沒有想要入手Dyson 就是Dyson還太高貴 但學生我覺得好像 客手會壓力有點大 就是會覺得 其實你好像也可以買一兩千塊的 有一些也還不錯 有一些Panessoni 其實我真的覺得是蠻好的 然後它就是有附一個這個袋子 是磁吸式的 所以袋書門軟軟的就是非常 但它真的很輕沒錯 因為我拿Dyson在拿它 就覺得它真的很無感 它比很多那種電棒啊 或是平板夾都還要輕 對這會不會就是一個相機 再重一點點的重量而已 很輕啦 總之我是蠻推薦的 但是有區別的推薦 好 這個就要自己評估 對自己要Be smart 聰明購物好不好 下一個 我這個也是跟Laura團的 好 是這一個 電扇 這個是 這個牌子叫什麼 我其實 我其實我是完全 不知道這個品牌了 完全就是Laura推薦 是韓國的嗎 我也不知道耶 完全沒有在研究 就是盲買 沒有因為有時候團購 就是你跟了某個團購主 你信任他幾次 哦對對對 他推的東西 你大部分都覺得可以不行 因為Laura推的東西 我也大部分都還蠻喜歡 就是他都會幫你把關好 對 所以我就是盲買 就看到他說 限量500台 不可以買 然後 它這個是說 它是那種循環扇 嗯 然後很靜音 欸因為真的 我剛進來我才發現它還轉 因為像是那種 那個伊萊克斯那種 其實還是蠻有一點 我之前是用那個小米的 可是小米的 雖然它一開始是靜音 可是它久了不知道什麼 會有那種 扇葉會有扇葉 對對對 我覺得超奇怪的 然後我就是覺得 很不爽 然後想說 拿一個這個看看 我開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風量很大耶 它可以切 八段的樣子 現在四段 很大很大 對 還可以嗎 好像最大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大概切到 因為我平常也不會切那麼大 我個人覺得算很小聲的 就是你拍片可能都是可以的 對對對 因為我常常拍片 我基本上電視上都會關起來 可是這個 如果開到一和二 就是超晶瑩 喔真的耶 根本沒聲音啊 我以為你關掉了 它真的還用耶 因為這種東西我覺得就很適合 像你們這邊日曬也是很充足 然後你有時候就算開冷氣 你還是會覺得很曬 然後這種循環扇 就可以讓你空氣比較整個流通 會覺得比較涼 它跟電風扇我覺得感覺又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它會讓你整個空氣 是有那種循環 對流通的感覺 轉的時候也蠻順的 小米的就是很卡 不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很漂亮 因為它 它很像OSMO小相機耶 我甚至還有帶 它很像我 它很漂亮 它就很像一個機械 它也可以再長得更高 我目前是用低的 它怎麼那麼高 它還有附一個 就是同一節 可以再夾上去 喔 它可以再這樣子 然後 我有想到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那個按鍵沒有那麼淋漓 它是有附那個 遙控器對不對 對 遙控器的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團購一台電風扇 我是團購正負零 喔那我聽過 就馬黑秘密社團也超多人 可是正負零 我覺得它重點就是 正負零的顏值非常的高 然後它也是很簡約的外表 然後也不貴 真的風量很大 可是正負零它 如果大家有跟我一起買那個電風扇的話 你應該知道它下面是轉盤 它那個轉盤很大 世界不靈敏耶 就 你往右轉應該是加大 就9一直變成2 就是到後來我都只能一直依靠它的那個遙控器 就你今天幸運可以轉到3喔 但其他時間都轉不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也不想要特地去拿遙控器 對 我想要腳這樣 我跟你說 我有時候就是用大拇指去轉那個轉盤 什麼轉都轉不到 你就想要轉大一點 就它一直變小 一直變小 然後就很生氣 還是要去拿遙控器 對 而且有時候遙控器又沒電 對 那個遙控器又不是一般家裡有的那種電池 對 對 通常是很小的 你還要那個去全家拿 我都流汗了 就是整體來說都很棒 但就是它的觸控很不靈敏 我覺得還OK 可是這個它價格3880 算偏貴一點點 偏貴耶 但是 我也沒有去查到底有沒有所謂很優惠的傳購價 但就是覺得它質感真的還不錯 質感是好的 你看不出來它是有怎麼樣很塑料感還是什麼 對 真的很好 它的面板這邊就是也不會覺得醜醜的 對 整體都還不錯 好 那我下一個呢就是 這個 菜妝品 它叫Olioso 這個呢也是我跟就是團購買的 然後 因為我覺得大家自己團購 除了聰明購物之外 你還要大概知道你的那個團購主它的膚質 對 習性 對 它的生活習慣是什麼 我那時候純粹就是覺得 它好漂亮我也要跟它一起買 這我是跟斐莉一起買的 然後斐莉拍片就是這樣子 我示範一下 因為斐莉就是仙女啊 它這樣子然後激進素顏的程度 然後這樣虎一虎 然後這樣一笑就 好漂亮 立刻買兩個顏色 可是這個我覺得對我不太適合 是因為我是混合篇油肌 就是你一定要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腮紅膏的概念 給你看我已經嚕了大概有35下了吧 才會有這麼顯色 可是因為你沒辦法直接這樣嚕在臉上 因為我們混合一片油 或者是你毛孔粗大人 如果這樣子糊你的底妝或什麼 就是會被嚕掉 所以你要這樣子 然後點在臉上 但它其實一推開就沒顏色了 就沒顏色了 就沒了欸 沒有顏色了 所以像我今天臉上也有差 可是我大概擦了 我至少點了有10次以上 然後還是不夠 然後再加上因為它 它是那種很天然的那種彩妝品 油脂 我覺得含量比較高的 所以你如果擦了這個 不再上一些粉妝去定妝的話 會太油 會太油 我自己覺得會太油 對我來說就是會蠻不適合我這種膚質 就有點麻煩 然後這一個我用比較久 是因為這個是 它之前天氣還比較冷的時候 一起團購 然後它就是那種油脂膏 它其實就是保濕的 對所以我就拿來擦腳踝啊 或是腳趾 可是這個也是因為很油 所以如果你擦了腳趾 你不穿襪子 你的木地板上面就會有一個腳印 會有 對 媽媽們可能就會有點生氣 講說 沒有擦腳 基本上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天然的產品 這樣然後 價格我覺得也沒有到很便 因為一個好像是 五百五六百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 大家要自己看團購主的膚質跟你像不像 這買了我也不覺得雷 但是買了實用程度就會相對的低很多 會不會夠嗎 不會 不太是我但乾雞的人也可以買買看這樣 以上是生活用品部分 接下來進入吃的 我們剛剛呢就是把我們所有 我的和Opera的團購美食先煮完了 然後現在要來直接一起試吃給大家看 我們先吃你的那個 烤雞肉好了 完味 這個如果你有跟一些主婦的團購 應該知道這個 很多人推薦的 非常非常入味的雞腿 他剛剛非常推薦這一點 這個我雞腿柚子胡椒 番茄花雕雞 這個是你回家直接拿出來煎 然後加烏龍麵加菇 我跟你說大家以為是要即食 超級入味 就是它是那種即食的雞胸肉 沒有這個雞腿是要真的煎 但是雞胸肉是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吃雞胸肉 是很怕那種怪雞 怪雞味 就是我是不愛吃百斬雞 跟Seven的那種即食雞胸肉 就是有一點生生的味道 對就是有一種雞味 可是這個為什麼我很愛吃 因為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口味 是這個剝皮辣椒雞 這樣 這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我剛才有跟Pitch說 我平常會把它包在那個餅皮裡 加就自己抹酪梨 然後你再抹一個這個 很厲害 蛋白質跟美味同時get到 我跟你說真的非常好吃 它裡面整條就是剝皮辣椒 所以它的辣味大概是微辣到小辣中間 小孩子可能就不敢了 大人如果你想要換一個口味 是小辣都OK 絕對可以 隔水加熱就可以吃 但我自己推薦是拿去煎一下 讓它表皮焦香焦香的 又比較好吃 好 立刻試吃 好 我需要試吃嗎 好那我再試試 給鏡頭看一下 而且它裡面就是夾這個剝皮辣椒 而且是很大塊 它不是那種 就是像有些美人美 早餐店火腿都沒有夾到邊邊 很好吃 味道飯蠻好的欸 很入味 因為我沒有 我自己也沒有那麼常吃剝皮辣椒 我之前頂多就是喝過那種 Saven的剝皮辣椒雞湯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味道會太重 這個還蠻和諧的 這個吃起來不像雞胸肉 對 它不會讓你有這種即食包的味道 嗯 然後這個因為剝皮它就要偏鹹 你可以把它夾在吐司裡 或者是夾在我剛剛說那個 Tortilla那種餅皮裡面 而且它的就是相對指那個油脂的 不會乾乾的 對它不會乾乾的 反正這個 玩味的雞腿排跟雞胸肉 非常的推 而且我記得蠻便宜 你回購過很多次嗎 至少四五次以上 這很多次 這就是我們家冰箱一定會有 像你如果要煮義大利麵 就把茄汁雞腿排先煎一煎 它裡面有一些番茄醬子加下去再加料 一大利麵煮好放進去 好吃啦 它味道算很好的欸 對啊 推 現在是有點口渴 沒錯 感覺需要一杯飲品 來個飲品好了 飲品的話我要來分享我的 就是最近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超超超多人在團購的 紅到不行 然後我之後可能也會團購 構思一下 因為我其實 這是觸蜜 然後它是有點像觸得氣泡飲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知道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一點不以為意 就想說我買氣泡水劑就好 我覺得我可以想像它是什麼味道 就不會特別想開來喝 一直到最近夏天很熱很熱 我才想要把它打開來喝 一喝之後發現 它真的是好喝的 雖然真的很多人在團 好像有點老掉牙 因為這個我也有 就是獲得一香果 也真的很快就喝完了 對我覺得這真的很好喝 而且我一開始想說 它看起來很大罐 會不會喝很久 但其實自己一個人喝一下 咻咻咻就喝光 然後它有很多種口味 我們今天來喝烏梨青梅的一個 這個也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我還有準備冰塊 很專業 很專業 沒有氣泡飲一定要配冰塊 就是喝常溫氣泡飲會有一種 覺得少了一些什麼 對 我那個是有冰過的 可是我覺得再加冰塊 會更好喝 會更好喝 就是有這種那種起司 馬上來的感覺 套新涼的 交給你了 好的 是不是剛好是新的 大家想就是 如果小孩很想喝汽水 那不如給他喝這個 就是比較健康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夏天喝 你看那個氣泡 它是一個就是很 平凡 雖然很平凡的存在 可是又會覺得很好喝 而且很多男生其實 比較不喜歡醋 可是像我老公 他是完全可以 這一款他是覺得很好喝 他可以單喝 對 他會叫我回購的東西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 對 而且不會太酸 不會太酸 我個人覺得不會到太酸 因為有一些會到喉嚨就有一股 酸酸 刺酸 卡卡的感覺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真的超多人在談的 嗯 而且你不要覺得 一箱六瓶你會喝不完 它其實很快就沒了 你可能一個禮拜就沒了 因為你看現在我們兩個人 一人一杯它已經要沒了 對啊 這平常 它一罐是 其實 476ml 其實很少 很少耶 很快就可以喝完 麥當勞的那個可樂感覺都比較多 對 但這比它健康很多 它還有很多種口味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查看 然後我們接下來吃 下一個 先吃麵好了 好 我們這次呢有準備兩個麵 一個是我準備的 然後一個是Oprah準備的 對 一個是 PG覺得的好物 一個是 我覺得的美物 他昨天跟我說他要帶什麼 他說 不告訴我名字 說是難吃麵 對 好奇 我說我準備了一個難吃 什麼是難吃麵 我先講我的 我的 我個人覺得很推薦 這是跟Apple團購的大數字麵 如果大家有follow他的團購的話 應該知道這個其實回購好幾團了 然後我也是觀望好一陣子 然後才想說買兩包試試看 他們家好像就出兩個口味吧 一個是麻醬麵 一個是蚵油拌麵 我跟你們說蚵油拌麵很好吃 可是就是太好吃了 等一下吃完了 我剛剛一聽到蚵油拌麵 就想說 流口水就 結果沒了 我家目前剩麻醬麵 麻醬麵也好吃 然後這個好吃程度是 像應該很多人都吃過蒸拌麵 然後像我家人也吃過蒸拌麵 然後他們吃到這一家的大數字麵 是覺得比蒸拌麵還要好吃 OK 很期待 蒸拌麵算是普遍大家覺得 有在水準之上的麵 至少一人出的拌麵也不難吃 就是有點怪怪的 對對對 這是我等一下的 好那我要推薦的呢 就是我們家買了六包 然後我老公粘刀不停 到現在呢 還有五包放在我們家冰箱上 怎麼還這麼多呢 小朋友的一個 小朋友拌麵嘛 他就是叫小朋友排 他叫小朋友排 然後辣牛油口味 因為我自己對於什麼 因為我客家人嘛 對阿嬤煮的那種 鵝油豬油 你就會覺得 哇香到一個不行 牛油哇更讚 就是覺得好想吃好想吃 可是 我剛剛已經有給Peachy聞過了喔 嗯 你在聞的時候你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來 我們來吃吃看 現在呢 這一個 這一個是小朋友的牛油 辣牛油 然後 這一個是麻醬麵 欸那你吃辣牛油 我吃麻醬 是嗎 因為 我想要一起吃 我覺得我先吃 就我們互相吃 好我們先互相吃 那我吃OPRA 不太推薦的 沒有那麼符合胃口的小朋友麵 就是它吃起來是 等一下 我再講一次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我就是講過很多 就是一聞到的時候 那個味道 就是好像不合理 就是有種放比較 放很久的感覺 對對對 就感覺這個調味包是不是 過期二十年 我真的沒有 好我來吃吃看 怎麼樣 欸好吃欸 它有辣欸 而且它的麻不會搶過那個焦香味 它的麻是香的 是香的 它的芝麻不會過重 因為有些你麻醬包全放 會忘記前面醬油包的味道 對對對 它就還蠻和諧的 而且它辣味剛剛好 大概是小辣左右 對對對 很喜歡欸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 我這個我已經吃了 我跟你們說 這個就是新中洋牛肉乾的味道 對對對 因為我們一般認知的什麼牛油豬油 應該是那種很香 會有一種油氣 對對對 起來 可是這一個 就你吃的會這樣 欸 就很像肉乾磨成 它是肉乾的那種牛肉味 對對對 對對對 就不是新鮮的肉的味道 它的麵條我是喜歡的 就跟大叔之妹一樣 它們都是細麵 細的對 所以它相對入味也很容易入味 可是就因為這樣它吃起來是有一種甜甜 就是 對 就是不太人 就有點人工的甜味 對阿對阿 一開始吃進去的時候不會辣 可是它到 就到喉嚨這邊的時候會不會辣感 會有一種辣感 你入口跟道滋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可是也不是層次感 然後你聞它味道也不是這樣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 蠻特別的一個麵體 我覺得這牛油可以先pass 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樣 是期待豬油拌麵的那種味道的話 對 這個滿足不了你 下一個呢我要介紹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人生非常愛喝奶精奶茶 然後那時候我姐就跟我說 喔這一間它在台北的早午餐店 非常的好吃 而且很難定位 然後我就 我記得是去年還前年過年的時候 我在我公佛家很無聊 然後 我就看到他們的那個官網說 他們第一次首度開放線上要 因為疫情期間 他們要賣他們的奶茶及籠包 我想說搶 記得那時候買三盒還比較貴 那時候還沒有人在團購 好像是799 那你走在很前面 走在奶茶好前面這樣 也是有疊了一些角 所以就是 布蘭奶茶 布蘭奶茶 雖然我沒吃過 可是我知道布蘭這家 早午餐 就是蠻紅 對蠻紅的 然後它的包裝就很可愛 它外包裝已經被我丟掉了 因為就是 也沒有必要留著 這個我覺得它非常特別的是 你把粉倒出來的時候 它第一個讓你聞到的味道是人生 就是跟一般 我們想像中的奶茶不一樣 是完全不一樣 你聞起來不會有茶味 也沒有奶香味 是一股 不是藥 是人生中藥材的味道 但是你泡起來 又不會有人生的味道 嗯 就是 來我再喝一口 它喝起來會非常像是 Seven或全家泡出來的那種奶茶 喔 就是 嗯 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腳步抽出來 我自己不算很常喝奶茶 可是我對奶茶定義 要嘛就是茶味重很香 要嘛就是奶味重 可是它有一點都不重的感覺 對 而且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你如果要泡出人家真實的感受 你就是要照他說 喔 冰塊放兩三顆 然後熱水放多少ml這樣 所以我也不會因為我喜歡蛋的 我就泡超級無敵多水 嗯 我就是有真的照它的比例 可是 這是它的比例 我每次泡出來我都覺得 嗯 就是我會覺得大家不如去買三點可 嗯 或者是 會比較香 日冬 對 但是這個就是 你會覺得喔 沒有特別的奶香 欸 茶味好像也不夠重 嗯 有一個很介於中間 就是它很中間 我不知道 布蘭的真的是 對我不知道布蘭是不是真的這樣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們原本是不是聞起來就這樣 但就是 我剛剛查了它現在好像是 三盒699 嗯 然後一盒是八包這樣 然後這個我剛剛有想到它很像那個 MAX T 剛剛我在他們家也有 廚房也有看到 就是你家樂福大賣場都買得到 我在補圖 對然後價格也都 比它便宜 所以你們可以先去買MAX T 喝喝看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就買 那就喝MAX T就好了 也沒有花大錢買這個 或者我覺得直接去布蘭 早午餐吃 我覺得也許他們店內是 好喝的 因為可能做成吉隆都 就沒辦法維持那個好喝的 對 而且有可能我們的比例做的就真的 我也不知道 它很可愛 就是它上面會寫什麼 欸苦瓜 因為我記得這個之前 大家開團的時候就是都 搶購一空 對 就是每次都說什麼 賣了一千盒 兩千 兩千盒 我在那個時候之前就買 然後買了三盒 我大概只喝喝三包 我就覺得有點浪費我喝奶茶的口感 因為 我要喝奶茶 一天可能就喝這些 對我就想要 奶味 對 我愛奶茶 就是如果去問那個手搖店說 欸你們是奶精奶茶 他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 就不要鮮奶 對 我不要鮮奶 我也不要加價 我就是要奶精奶茶 好下一個呢我要介紹的就是 蝦餅 非常期待 這個真的非常好吃 這個是小灶堂的蝦餅 然後這個蝦餅呢 它是有點厚到 有點像是把花枝丸壓扁的感覺 因為它非常的髒 印象中的那種什麼月亮蝦餅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 它已經是激進到有點像金錢蝦餅的那個程度 對對對 就是非常的厚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真的是有整隻蝦 對對對 它的那個料是非常多的 味道都很足 你基本上是不需要自己加調味料 嗯所以可以直接吃 可以直接吃 直接吃給大家看 它就是你要不用氣炸鍋正反兩面炸 不然要不就是加一點小油慢火煎 都非常的方便 它的料很多 好 喔馬上馬上就有吃了 有了對不對 就是它的料好扎實 裡面好像還有蝦餅還什麼 就是吃起來會脆脆的 嗯它不是那種空心的感覺 完全不是 嗯這很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而且我記得它一片好像才79還69 就是真的是划算 你這一整片應該可以給四個人五個人吃吧 這麼大 而且這吃了真的是會飽的那種 一加三口好了 可能我加三個人就可以吃 然後他們家的三杯雞米糕 就是它是一次賣八入還十入 然後也是一 就很便宜很便宜那種 嗯 很好吃 是好吃的耶 好吃對不對 還是妳會煎 不是我 會不會我煎不出來 不會不會這個放在烤箱也可以 這樣很好吃耶 這跟誰團購 這個是跟少中團購 好吃對不對 對 所以他的口味也跟你接近 少中公 因為我們就是多年好友 所以少中公的口味真的蠻相近 而且少中也是一樣很挑嘴 所以 所以就 大家真的要認團購組 就是 你跟著他發現口味是ok的 那你之後 你就可以相信他 對你就可以相信 其實也不是相不相信 就是 他的口味跟你是合的 對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是東西不好吃 可能是 因為這個人的口味跟你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跟他的東西 你怎麼樣就是覺得不好吃 就不對盤 可是如果你跟到一個 你口味相近的人的話 你就是跟到他的東西 什麼都好吃 對 好然後再一個呢 就是我必須加碼 因為蝦餅這個東西呢 我們家有一個無限回購牌子 就是 丟丟妹 我這個主婦呢 是非常愛跟丟丟妹的海鮮直播 雖然網路上還是有些人正反兩級 可是因為丟丟妹的東西 我算是都買過了 這個蝦餅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以外 回購無數 他一烙裡面大概有十片 然後他每次都是三烙五烙賣 如果你一次買五個或三個 跟大家評分的話 他一片可能不用十塊 就真的很划算 然後他裡面也是 可以看得出整隻蝦子 雖然他比較小一點 可是 對他比較小 可是完全不用加醬 他的味道也超夠味 對 你吃吃看 好 真的很好吃喔 他也是厚的耶 我記得是有花枝跟蝦吧 就也是厚的 給鏡頭看一下 都不是薄薄的那種 然後裡面你是可以直接看到蔥 跟那個蝦子 這味道很好耶 對不對 跟剛剛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不一樣不一樣 這個我就更有鮮味 對 丟丟妹的我更喜歡他的條 雖然他比較小片 這個很快一片就會吃光 對 很好吃 對 丟丟妹 我第一次吃到丟丟妹的東西 我一直在耳聞很久 然後我每次都看Oper 他的那個Vlog裡面 對 丟丟妹又來了 就是在丟丟妹買了什麼東西 丟丟妹比較麻煩是因為他是賣批乏 所以你一次就是可能要買三十片五十片 一般人是消化不了 所以你都一次買這麼多 沒有所以我就是會 因為我很會規劃我冰箱的空間 所以我就會趁他 譬如說他今天開放單買 一次只要買十片 就是一包 那我才會買這樣 我之前是弄了這個給我老公吃 我老公吃完以後他說 嗯蠻好吃的 可是下一次他再說他要吃蝦扁的時候 他就說 還是要丟丟妹的 對 接下來換我 我們現在進入甜點時間 因為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買甜點 就是團購食品的話 欸對然後我都喜歡買鮮的 對 因為我就喜歡 就是可能烤一下就可以吃 或是下午茶可以吃 第一個我們先來吃這個 也是好多人團購 麵包 我個人都跟那種很多人團購的東西 而且可能都是他們開到第二第三團 還在回購的我就會哽 欸所以你是會先觀望欸 對我比較不會一次 第一次就買 欸真的欸 我的牛肉麵你也是別第二團才買 好像是 我有點忘了 好像是欸 對對對會觀望型 OK我就是衝動型 我觀望型的 然後這個是 應該是念 拋嗎 對拋 拋PAO的肉桂捲 它把麵跟包合在一起 他們家有賣肉桂捲和可麗露 然後 我們現在烤了肉桂捲和香蒜捲來吃 好欸這鏡頭看起來很黑 它其實沒有很黑 它只是 烤到脆脆的 它只是脆脆的 然後這個是香蒜的 對 它有出香蒜口味 為什麼看起來很像燒焦了 沒有啦 它其實很正常 沒有焦喔 沒有焦喔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肉桂捲的人 那我也要吃一口肉桂看看 因為我們平常是不吃肉桂 我們用 用波的 好ok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肉桂捲比較偏向 比較乾欸 對比較乾的 因為我之前吃過肉桂捲像 胖死我太太 Miss V Bakery 就是有一些很有名的肉桂捲 大部分都做得很濕潤 然後可以淋醬 可是它這個是偏向麵包感覺的 然後它裡面的肉桂醬也不是那種溢出來的感覺 對對對就是感覺美而美 那種巧克力醬只有塗在中間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肉桂味很重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燒鹹蛋的一點點 非常大 但是它吃久了是順口的 然後它不算是很甜 因為有一些肉桂捲真的又太甜了 對 就他們會加很多黑糖漿或是焦糖醬 那種吃起來也會很負擔 可是它這個因為它就是一個小麵包的感覺吧 我覺得如果你不喜歡太負擔的肉桂捲的話 這個還OK 可是要說肉桂控的話可能不會喜歡 對 就會覺得少了一味沒有那麼到位的感覺 整個烤起來之後 完全沒有你在店裡吃的那種肉桂捲的感覺 沒有耶 它不是濕潤它也不是蓬鬆的 它是有點料體偏乾 可能喜歡肉桂的人會失望 可是我不喜歡肉桂的人可以接受 但也不會特別賣 可是肉桂捲就是要給喜歡肉桂的人吃 我 不喜歡肉桂捲的臉味 我買它幹嘛 我買它幹嘛 好那吃香蒜口味的好了 香蒜的非常的香 香蒜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沒烤之前的長相好了 好 給大家看 這是還沒烤之前的 它裡面的樣子 它是不是都只存在於表面 對 它的大蒜味 甚至沒有那種我家牛排的大蒜麵包還有臭 可是它聞的時候很香耶 聞起來超大蒜 它聞起來超香耶 而且你看它好像還有很多蔥花什麼的 可是它烤出來之後 就是一個 沒有這個味道耶 就是感覺它只是清灑在上面 也是無功無過 但你要說它有多過也不過 對啊 因為真的愛這兩樣東西的人 吃它會覺得不過癮 對 我覺得真的 不愛的人又不買所以 對 對 我個人覺得我可能 應該是不會回購 不會回購 尷尬 這個 這個不ok耶 下一個呢 又是甜點控我本人的 這個我自己也有買 可麗捲 這個真的很脆耶 可麗捲就是突然冒出的一個很紅的團購美食 可是它之前 它這個東西我在團購之前完全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這種零食 這個有三種口味 這個是花生的 然後這個是肉蔬 這個是青茶 這個之前其實廠商也有找過我團購 可是我後來 我自己買了之後 他有在問我 然後我就有拒絕 因為我覺得太多人在團 然後再加上它 不是全部都好吃 有一些口味 對對對我覺得還好 對 我們先 我們兩個最喜歡的都是 花生 它這三個真的就 最推就是花生 花生最好吃 因為你會咬下去就覺得 天啊這個花生味 給你120分的那種滿足耶 我們都看一看 就跟剛剛這個 麵包就差蠻多的 對剛剛那個 很表面 這個很表面 可是它這個算是很入味的 好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它長怎樣 它其實很像是那種可麗餅 然後好像把它包成一個 變成乾了之後捲起來 對對對變乾了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真的很容易破 它不是屬於硬的那種 它是很軟脆的類型 非常薄 非常薄 薄皮那種 這樣 好怕它 沒有啦 可以可以可以 這給大家看一下側面 它的花生是有顆粒的 側面的餡料是有滿的 有有有有有 像肉鬆這個 它真的就碎掉了 這個我有時候吃的時候也很崩潰 就是它 光是寄送還是它真的太碎 我覺得它本身這個餅乾體就是太軟 對 比較脆弱 對 所以你拆開也要小心 好 像我們剛剛這樣 這邊已經等一下就要用吸塵器洗了 沒錯 就是會變成這樣 各種碎圈 水溝溝啦 這個吃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廚房 它比你洗年來蛋捲還要容易吃 對 真的一開始吃很好吃 可是如果要一直吃的話 會就有點煩躁 對你也不能就是邊工作邊吃 不難你的電腦就毀了 我們現在吃花生 好的 花生這一種 對 很香 花生很香 而且你是吃得到花生醬 嗯 而且這個我之前吃一口 我就覺得有種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就以前會買狀元酥 那個花生餅乾子 我大概懂 就是那種傳統餅 傳統糕餅的感覺 對 就是就是那個味道 可是它又在 我覺得它厲害 它裡面的花生醬是濕的欸 對啊 很厲害 它不是全乾 它不會乾乾的 它會吃到你這邊的時候 是真的有花生醬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餅 算是偏乾一點 所以如果是吃肉鬆的話 確實整體都很乾 會比較乾對不對 吃肉鬆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整體都 感覺會嚇到 對 就是喉嚨要趕快 放一些素蜜進去 吃得很好 喜歡吃鹹的人 花生你應該也OK 因為它花生不會太甜 對 然後肉鬆你應該會喜歡 只是要配個茶或什麼的 沒錯 嗯 清茶 所以不用買 清茶如果你是期待它像抹茶的話 完全沒有 它沒有任何一點茶味 你仔細品嘗還是有一些 只是因為剛剛花生 它的味道真的很濃郁 太濃郁 對 所以你會期待這個清茶 也是給你那種 沖到腦門的那種茶味 對 再來是最後一個 耶 甜食 是 Celina的品牌 韌性一下的威化餅 韌性一下之前是出那個 沖泡粥 我自己沒有買過 不過OPPA有買過 所以它有一些心得 我所有口味都買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 Celina那廣告看起來太好吃 是不是 我很愛吃粥 所以我就期待它可能 至少像Seven或全家一樣 沖泡式粥的感覺 像廣東粥 就真的很狗的那種 可是我怎麼樣照他們的比例 衝出來 都是水 湖袋上面的比例 差不多就是10到15顆 我記得它是建議你加 220到250的水 然後我都是加最少量 可是那個真的吃起來就是 第一很空虛 再來就是味道偏淡 然後我還反覆回去 看他們的廣告 他就吃了 就說還需要咀嚼一下 因為這邊會有菜 會有香菇所振 然後我想說問號蠻多 然後其實我自己 有在現實動態分享過 就收到如雪片般的網友分享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普遍淡 然後非常的稀 就是有些人的slogan會說什麼 這下班沖泡杯 我覺得幸福感 完全沒有幸福感 只會很神奇 你會想說 早上我去Seven買那個萌特爾奇 還比較好 然後喝咖哩飯就好 分享給大家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那個 是我要分享另一個 這是任性一下的威化餅 他們出了一個是重可可口味 然後一個是重抹茶的 威化餅是不是有點像夾心餅乾 對對對 其實跟一些傳統餅乾很像 像義美夾心餅乾那種 對對對 因為我好像只有吃過義美夾心餅乾 喔就是長這樣 登登 有對焦嗎 有 這樣子 好 這個是重可可口味 欸可是它至少看起來巧克力非常的多 它一盒是119 欸那很便宜欸 然後裡面 裡面很多片啊 12片吧 應該12片 14片 14片 可能不算 也不算貴啦 算還OK 算以藝人出的品牌來說蠻不錯 對對對 算便宜 重可可口味 你覺得怎麼樣 我自己是吃過了 就是 義美夾心酥出了新口味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的餅好像比較軟一點 我覺得它的餅很薄 對對對 所以吃下去沒有那種炸熟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它的餅非常薄 我不是說整體薄 我是說每一層 都很薄 因為它太薄的關係 所以我會沒有那種口感 比較沒有餅乾感 吃了就融化掉的感覺 但是雖然聽起來很脆 但是 沒有真的實際的脆感 但是它吃起來是軟脆 不是硬脆 那味道咧 抹茶跟巧克力都是 你不會特別覺得這個牌子 有做什麼特別的品牌 就是 它的可可和抹茶感是吃完 然後如果 不會有記憶點 對不會有記憶點 就是如果 不是因為它是韌性一下的話 我可能吃完 我會以為是什麼 大賣場的便宜品牌 如果是我 我不會回購啦 我可能會去買義美 就是這種威化餅 如果沒有做的 口味特別特殊 然後 它的餅乾沒有比較特別的話 很多傳統大品牌 也很好吃 對因為如果它是什麼 抹茶紅豆 就是 傳統品牌沒有做出來的 或是抹茶抹筋 你就會想要試試看 當它的取代性 其實蠻高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玩便宜 跟更大品牌去買 對對對 不過它的包裝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它整體 有話題性 形香我都覺得是可愛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網紅團購商品 好吃好用嗎 感謝OPHRA一起來 跟我拍片 謝謝PEACHE邀請我來 今天吃了很多 有好吃 有可能還好 講不出話來的 講不出話 但就是回歸到 剛剛跟大家說的 其實我覺得買團購這種東西 有時候不是這個東西不好 就是可能這個人推的東西 跟你的口味就不合 所以你可能要去尋覓找到 最適合你的團購組 這樣可能之後它團購的東西 你都會喜歡 這樣子 祝大家都找到喜歡的團購組喔 沒錯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訂閱OPHRA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